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哲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书是《一个投机者的告白》 《一个投机者的告白》 作者是有德国证券教父之称的安德烈·科斯托兰尼 在德国投资界的地位,有如美国的巴菲特 本书主要是描述他过去的投机心得 以一篇篇的投资故事来启发读者 虽然年代有些久远 但隐含的投资意涵同样适用于现代 值得想进行投资或投机的人细细品位 科斯托兰尼的座右铭是 有钱的人,可以投机 钱少的人,不可以投机 没钱的人,必须投机 有钱的人,指的是已经为自己和家庭做好一切准备的人 包含子女教育基金、养老金 可能的话还有私人住宅 这样的话就能拨一些钱来进行冒险的投机 钱少的人,如果你有家要养 房子要买,儿女学费等等都需要你从工作中赚去 那你就乖乖地去存钱 不要拿来投机,因为股市里没有输不掉的钱 没钱的人,至于根本没有钱的人 要如何投机呢? 如果没钱,首先必须工作 而在证券市场,只要看法正确 就有可能用很少的钱赚到可观的利润 科斯托兰尼首先提到想要进行投机就必须要有钱 而这笔钱必须是可自由运用的 他并不鼓励借钱来进行投机 因为还钱的压力会影响投资的判断 无法以一代劳的等待预期成果出现 他也因此吃过几次败账 科斯托兰尼本人自诩为投机者 所谓投机者就是有想法 依循自己的策略 想要成为投机者只有不断地累积经验 而投机者能累积财富的方法就是在数次投机中 赢比输多一次 一般人可能认为市场的技术分析者就是所谓的投机者 但科斯托兰尼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这群人不过就是赌徒 在毫无意义的线图上做纸骰子赌博 他认为真正的投资者就是从事基本面分析 且长期持有的人 从这点来看 科斯托兰尼是一位崇尚基本面的投资者 如同股神巴菲特一般 但只是多了些外汇等投机行为 科斯托兰尼对许多专家推测影响证券市场的成因非常不引以为然 他认为影响证券市场的主要因素就只有两个 资金面和投资人情绪 因此想要解读市场方面就只需从这两项因素来下手 很多人都认为证券市场是经济的先行指标 但科斯托兰尼不这么认为 他有个比喻 股市就像一条狗 经济像是主人 经济虽然稳定地成长 但股市指数依然会跑来跑去 然而最终还是会朝着主人的方向前进 因此所谓证券市场的涨跌 不过就是资金与投资人情绪两者在影响供给与需求 从中短期来看 绝对不是好的股票一定看涨 不好的股票肯定下跌 情况甚至会完全相反 只有当股票的需求大于公寄 才会上涨 需求小于公寄 就会下跌 这是证券交易逻辑的唯一条件 讲白话一点就是买进的人多 卖出的人少 股市行情上涨的秘密 货币加心理等于趋势 如果大大小小的投资者愿意且有钱买股票 指数就会上涨 他们之所以愿意买股票 是因为心理因素 他们内心对经济情势乐观 跟货币因素 口袋里有钱 即使实际上经济呈现不利的态势也适用 做个固执的投资者 对科斯托兰尼而言 最重要的判断方式就是 股票掌握在什么人手里 投资者有两类 固执的跟犹豫的 固执的长期来看是胜利者 犹豫的长期来看是失败者 固执的投资者要有四种要素 金钱、想法、耐心、运气 金钱 绝对不要借钱买股票 要用自己的闲钱投资 想法 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人云亦云 而且要有想象力 如果你已经对将来走势有了判断 并且拟定策略 就不要再受身边的言语干扰你的想法 耐心 这是证券交易最重要的东西 股价通常是2乘2等于5-1 5代表超涨 减1代表超跌 你要有足够的耐心等到减1出现 运气 股市总是会有突发状况 可能会超出你的预期 例如你押注一间制药公司将研发出一款超强新药 可是突然间有另外一家生物工程公司却已经先行研发出来 那你就应该立即退出 科斯托兰尼鸡蛋理论 A1修正阶段 成交量小 股票持有的人很少 股票在固执者的手中 他们对不利的消息不感兴趣 有自己的看法 持有现股 耐心等待好消息的到来 此时的操作应对方式为购买股票 A2调整阶段 成交量和持有股票的人数慢慢增加 股票在固执者的手中 他们并没有卖出 因此指数还会在持续上涨 不过随着指数上涨 慢慢吸引犹豫的投资者加入 因此会逐渐步入A3过热阶段 此时的操作应对方式为等待和保留股票 A3过热阶段 成交量异常活跃 股票持有人数多 有大量犹豫的投资者进入市场 固执的投资者开始将股票卖给犹豫的投资者 当成交量越来越大 股票还不断看涨时 代表股市越来越容易受伤 此时最明显的特征是 媒体的气氛非常乐观 连前阵子还不懂股票的人 都对证券市场产生兴趣 一切有利的现象都会一起出现 指数变得和现实毫无关联 本益比和美股盈余也不具参考意义 大家看重的是投机获利的速度 简而言之就是要赚得够快 到了这时候的操作应对 就是要卖出股票 当最后一批的悲观者加入乐观者的行列 就显示牛市在第三阶段结束 也就是图中的X点 市场对有利的消息不再反映 就是行情处在最高点的信号 成交量缩小 持有股票的人逐渐减少 当成交量小 指数还是持续下跌 代表前景堪率 因为股票还在犹豫的投资者手中 他们还在等待元气恢复 不过如果行情还是继续下跌 犹豫的投资者就会开始恐慌起来 把所有的股票在低价卖掉 进入B2的下跌调整阶段 此时的操作应对方式为卖出股票 B2 调整阶段 成交量增加 持有股票的人数持续减少 如果行情下跌时 某一段时间成交量很大 代表有大量的股票从犹豫的投资者 转移到固执的投资者手中 此时的操作应对方式为等待和保留现金 B3 过热阶段 成交量很大 股票持有人数很少 在途中的歪点达到最低 此时尽管出现不利消息 市场没有再继续下跌 是市场过度卖超的征兆 行情几乎接近最低点 媒体的气氛非常负面 当最后的乐观者变成悲观者 就是熊市第三阶段的结束 到了这时候的操作应对方式 就是购买股票 科斯托拉尼鸡蛋理论 是股市周期循环的定律 判断出市场处于鸡蛋理论的哪个阶段 并且你想进场 在鸡蛋下半步 你应该买进 中间阶段耐心等待 第三阶段四季出场 崩盘通常以暴涨为前倒 而暴涨都以崩盘收尾 一再重复 鸡蛋底部 在下跌一大段后 如果出现不利消息 但市场没有下跌 就是市场出现超卖 也是行情接近最低点的征兆 鸡蛋顶端 相反 上涨一大段后 市场对有利消息不再反映上涨 就是超买和行情处在高点的信号 从媒体气氛观察 媒体极度乐观时看空 当媒体的报道很乐观 那些不久前还不懂股票的人 就会对证券市场产生兴趣 当市场处于上涨的过热阶段尾端 连最悲观的人都会转而加入乐观行列 媒体极度悲观时看多 反过来说 当媒体报道很负面 这时就来到下跌的过热阶段尾端 最后的乐观者也变成悲观者 从货币因素观察 货币因素始终有利 看多 假设央行持续宽松 利率降低或维持低利率 那么即使是上涨中的最后一个过热阶段 你也应该先持有 因为可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而且这段通常涨是十分惊人又急速 货币因素转成负面 看空 即使大趋势仍看好 投机者仍应该在货币因素转成负面时 马上退出市场 不管预测数字有多乐观 你都要赶快离开 因为乐观的态度很可能在短时间内 转成悲观态度 新手该做多还是做空 科斯托兰尼指出 股市长期而言是上涨的 因此新手都应该当买方 因为一种股票最后可能上涨1,000% 甚至1万 但最多只能下跌100% 做买方 长期而言 只要不是把资产投入周转不良的企业 只要抱得够久 连傻瓜都会赚钱 总结来说 投资一定要有主见 经过仔细的思考判断后才买进 绝对不要只听从别人的建议就把钱投入 投资的过程中要持续观察新消息 谨慎判断情势 实时考虑各种风险因素 若是赚钱也千万不可以骄傲 唯有保持敬畏市场的态度 才能在股市走得长久 最后 大家对这本书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讨论 如果今天的内容有任何一句话 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订阅按赞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